看我又沒化妝上鏡就知道今天是玩測試一天 今天測試一天的主角就是CINO的Magic裸妝系列 系列裡面有一個黏狗魔幻霜的 Makeup Base 以及一個魔幻量肌BB精華 為什麼叫BB精華呢? 其實它整支都是精華加上BB霜二合一的意思 我們稍後再試這個 現在我們先看那個 Makeup Base 樣子打開就是這樣的 裡面是好像臉霜的樣子 不過我自己覺得質地比臉霜是更加柔滑和清爽 塗了之後就可以令到你的妝容保持久一點 即是長久一點 而且它可以令到你的粉底再貼面一點 它是一個很好的Gimmick 首先我又介紹一下 因為現在春夏 你知道春夏就很熱很焗 很容易撐大毛孔和出油的 這個它就是主力幫你控油和修細 撐大了的毛孔 塗上面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那個份量其實每次用都不需要很多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上下左右 然後就可以慢慢把它印上棉 推開 其實跟平時塗棉霜就沒有什麼分別 都很容易用的 其實塗這個時候已經是感覺到會有一個很柔滑的感覺 還有會有一點點冰冰涼涼很舒服的感覺 正常平時你塗完護膚品之後 準備上妝後 臉就會很油膩的 會很阻礙你上妝 而且會很容易就溶掉底妝 這個當然我已經試過幾次了 塗完之後它是很滑的 而且它是立即令到我臉變得很清爽 毛孔的位置也有幫我修細改善了 塗完這個Base之後就可以再塗這個BB精華 接著要試這個魔孔涼肌BB精華有什麼特別呢? BB霜大家用得多 但是我都沒用過有一種裡面有這麼珍貴的成分 就是藍銅性態精華和重組線金 其實這些精華素我自己都用過 都比較貴一些 所以我都沒聽過有BB霜裡面會加這麼珍貴的成分 它都有韓國的Study Support 就是用三星期的話是可以顯著改善膚質 還有是令到你可以去紋 緊緻一點的皮膚 好了現在我們又試上手給大家看看 當然我都不是第一次用的 給大家看看 它是很高遮瑕的 我覺得它是拍得住粉底的 甚至乎是持久過粉底 這個我覺得它塗上臉之後 它真的絕到我的臉是很實的 所以它是差不多八個小時十個小時 我看回妝也沒怎麼溶過 所以我稍後就試給大家看 還有它那個質地都是很容易推 你看我剛才試上手的時候 它一推其實都推開了 現在真的很容易 其實就搓勻了在手上 然後就好像面霜一樣塗上臉就可以了 你可以搓 又或者你可以像外衣一樣印的 那我自己就比較喜歡是印的 我就覺得會是再持久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不習慣的話 你也可以是推開它 還有它是一個很高的防曬度 所以我剛才已經是沒有塗到防曬霜打底了 因為這個BB精華它的防曬度都很足夠了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可以不用另外再塗防曬了 那現在看到呢 其實我上了一層 那個遮瑕度已經是很好的了 很滿意 我覺得是遮瑕膏都可以不用下的 那如果你說真的有些斑 或者有些黑眼圈上遮的 其實都可以局部 再印多一層在那些位置上面 那我覺得其實效果都已經是很滿意了 那現在呢 剛剛塗完BB精華 效果就是這樣了 那碰下去也是不黏手指 很清爽 不會有油膩膩的感覺 那因為夏天始終太熱了 那我都會輕輕上一點的碎粉 薄薄定一定妝 那樣的 另外夏天除了底妝容易溶化之外 眼妝都很容易溶化 那所以如果在上完BB精華之後呢 可以壓少少碎粉在眼周 或者是眼尾的地方那裡 就可以預防眼妝溶化的了 那現在呢 我就很快地再畫一條眼線 那然後呢 我就會再上一次碎粉 去壓著它 那讓它呢 是沒有那麼容易溶眼妝的 那其實呢 畫完這個眼線之後呢 除了你可以壓少少碎粉之外呢 蓋上少少的眼影粉 都會有幫助的 不過呢 因為不是那麼多女生 出街都會塗眼影粉 那所以呢 都可以考慮呢 是用一些透明碎粉 就把這個剛剛畫完的眼線呢 壓一壓它 都會沒有那麼容易溶妝的 暫時現在看底妝的效果 就是非常之滿意的 那現在的中數呢 就是下午1點半 那很肚餓了 那等下呢 我就會 上少少胭脂 出街吃飯的了 那過了幾個小時之後呢 回來我們再看看底妝的效果 那現在的中數呢 就是晚上的11點10個字 如果由剛剛化起的妝 到現在為止呢 就已經差不多過了10個小時左右 那你見到呢 其實底妝呢 是沒有什麼溶過的 那它是還保持到呢 今天一點多的時候呢 那個剛剛化完妝的效果 又不覺得它又如何出油啊 或者是溶妝啊 浮粉那些呢 都是完全沒有的 那些毛孔呢 仍然都是保持到很細緻 是沒有什麼怎樣撐大到的 那樣的 那所以呢 我覺得呢 用了那個Base 和用了BB精華之後呢 都真的保持到那個妝 是很持久的 那今天的測試一天呢 又玩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